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六盛大登场 今年共有54支游行队伍 市中心实施交通滚制 吸引了数万人观赏 其中有不少外地游客 特地前往参加 一起来体验这场 专属于基隆的嘉年华饗宴 明迪三响起 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正式起跑 穿着性感 披着羽毛饰品的 森巴女郎 扭腰百臀大秀武技 有的打扮 飞鱼轰鱼的造型 穿着华丽的服饰 一起游街 当然主角基隆老鹰 也不能缺席 有疫情过后 可以这样出来走走 真的蛮不容易的 我觉得就是 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可能表演啊 或是一些作品出来 然后可以出来看 就是欣赏一下这些 就包括像表演者的 还有小朋友的活力这种感觉 我觉得看到这些创作蛮特别 所以想要做一些纪念 蛮期待的 不然就很不方便 所以还要脱口罩拍照什么的 今年总共有54支的团体报名参加 其中不乏学校社区团体都自发性报名 出发前大家在国门广场前集合 队伍声势浩大 热闹非凡 今年的队伍特别多 也创历年的一个记录 另外是这一次呢 是第一次在我们的国门广场 来做举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的队伍的一个集合 还有它的一个声势 都比往年来得更大 更好 更热闹 那另外呢 今年还是延续的过去 所有的一个参与游行的队伍 他们的很多的道具都是自己制作 所以你看到很多小朋友今天花枝招展 而且非常的兴奋 来一起参加今天的游行 今大一刻起 我想这个是市政府跟我们蔡斯汀 还有我们理事长这边 大家一起合作 也成为基隆城市的一项特点 也是我们年度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经典的仪式 这个空拍鸟看下来的话 满满都是人 满满都是人 所以我想每年如果是在市区 同一个时间的话 我相信应该是超过3万人而已 今年老鹰加年华 你们看一下天上 有许多的老鹰正在盘旋 每年9月也正是基隆老鹰 非常盛行的季节 所以我们选在这个时间 举办海洋老鹰加年华 那我之前跟我们秋冬理事长 在联合召开记者会 曾经说到 未来适应如果有机会接棒的话 我们会把这样的活动 当成基隆市最重要活动 一年比一年还要盛大来举办 那当然非常感谢所有 今天所有参与的团体 这些都是过去 右上市长这几年打下基础 让越来越多的团体 愿意来参加这个属于基隆 属于北台湾的盛大的 我们的加年华会 睽違两年就用海洋老鹰加年华 重新走上街头 游行路线周边 挤满民众夹到欢迎 手机猛拍照 睽違两年的海洋老鹰加年华 我们即将要采接游行 那今年的队伍总共有52个队伍 这些队伍也是历年来最多的 那我们这一次呢 以遨游天境 向海致敬作为主题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用我们的台派的 海洋浪漫的这样的一个 加年华的这个调性 开始了今天的游行 所以今天呢 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的热闹 嗨我们是大壮观院景发展协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睽違了两年又回来了 我们今天的装扮是海浪 我们这是海浪森巴福 我们后面有海浪花车 有我们的大精英 然后我们呢 今天来了47个 然后我们昨天呢 准备了95套服装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服装 历来的服装 借给其他的社区 很开心非常开心 而且大家都聚在一起 对 然后人跟人的 在也不会有任何距离 果然从空中鸟看 活动区域挤满人潮 疫情趋缓 加年华再度登场 民众息家待见 参与一年一度的盛事 相约明年再见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在今天来看金融市长参选人 蔡世英竞选总部成立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等人亲自正台 蔡英文呼吁年底选举 是一场关键的选战 是一场进步与停滞的选战 他呼吁金融人支持蔡世英 议员选举支持金融队 让蔡世英接棒基隆 延续光荣 现在我们的蔡世英 跟李佑昌市长的时候 我们共同接棒基隆 总统蔡英文 金融市长李佑昌 还有民进党金融市长参选人 蔡世英一致排开 高喊动算 展现团结气势 蔡世英 动算 蔡世英 动算 蔡世英精选总部18号正式成立 党内大咖都来站台 我们在这里真的要谢谢大家 这么多年来的支持 让我们佑昌能够在基隆市顺利的施政 让我们的基隆一直在前进 今天我们一起站出来 一起来挺基隆继续前进 一起来挺我们的基隆继续发展 大家说对不对 对 我们大家支持蔡世英 支持基隆队 让他们继续往前走 欢迎 欢迎 谢谢蔡世英 绿营积极推销蔡世英 总统蔡英文更是呼吁票要投给蔡世英 11月26号投的不是政党之争 11月26号投的是我们基隆这座城市的未来 我们要选择让基隆继续进步 还是要让这里退回原来停滞不前的年代 我们要选择继续让基隆发展升级 还是要让家族政治卷土重来 我想在场所有人都会同意我 我们一定要让基隆继续的前进 大家说对不对 对 这家的三家我非常烦恼 我烦恼什么 我烦恼蔡世英赌到是一个 我们现在全台湾 最有钱的官司定位候选人 竞争的经费没有上限 那种心态差不多就是定义 用买的也要让基隆买下来 我们基隆不能买去 基隆不能倒退路 除了猛攻对手 蔡英文和莱清德更是不忘宣传年底的 18岁公民权修宪案 这一次的选举还有一票要拜托大家 就是我们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权 这个门槛很高 需要965万张以上的同意票 2020年我竞选年任拿了817万张票 这已经史上最高 但是这一次公投所需要的同意票 是965张同意票 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的让更多人投下同意票 让我们18岁公民权可以过关好不好 好 这样让台湾的民主可以更深化 让我们的公民的参与可以更多 让我们年轻人早一点参与我们国家大事的决策 所以11月26号蔡英文一票 18岁公民权一票 大家猜好不好 好 未来的我们蔡世英做市長 穿得一样专业支持 这样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 未来一家人家的进步 繁衍发展的志愿 穿得一分 这样好不好 好吗 好 我跟大家报告 蔡世英年轻優惟青年才准 过去是我们尊敬的王党委员的助力 他有民主的DNA啦 社会议员认真打拼 让我们的民主 赢得到我们的乡亲的支持 去立法尼人家的立委 各位敏感第一名 各位敏感第一名 过去我们立法尚市長推动的 中重重大建设 我们蔡世英 都作为台南激人市和 情景的专业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均定林佑昌 希望林佑昌好的事情可以继续 我们一定要转心转烈 支持蔡世英 这样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 市长参选人蔡世英 竞选总部成立 党内大咖都来站台 现场集满五千位的支持者 积极拉票 要民众年底出门投票 立拼修宪复决可以过关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庆祝111年国民体育日 全国县市体育联合总会 17日在花莲县汉平酒店 举办全国基层体育有工团体 及个人表扬大会 金融市长林佑昌 荣获特殊体育贡献奖 由副市长林永发代表授奖 由全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 举办的全国基层体育有工团体 以及个人表扬大会上 今年共有两位县市首长 获颁特殊体育贡献奖 分别是基隆市长林佑昌 和花莲县长徐真卫 代表林佑昌市长出席领奖的 副市长林永发表示 一切成果都归功于基层体育推手 谢谢基隆市对体育的贡献 在林佑昌市长上任以来 对基隆市所有的体育活动 就不遗余力 也结合了公司 大家各团体 不管从大型的活动 以及我们各单项的体育赛事 都非常的投入 而且大家的各团体 也都能够齐心尽力 让我们基隆成为一个 体育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花莲县长徐真卫 每年积极筹划各项运动赛事 培育优秀体育人才 更吸引了观光人潮前来花莲 那在花莲其實我們 让国内社会运动蓬勃发展 沈中文时代的 桃圆城体育节表役大会 延长到现在67年 第一次来到花莲 也非常谢谢 花莲县的习近卫县长 和我们汪景德理事长大力的支持 我们今天表达 特别有两个奖 一个是我们的特殊体育贡献奖 帮给我们林佑昌林市长 因为我们这几年 全国建筑 开始办理在基隆 我们林市长大力的支持 每年有将近三万多人 不管在我们基隆的餐饮业 旅馆业 都客满特产品 为基隆市长 最少每次办理这活动 有将近两千万的经济效应 而且我们的新住民 全国新住民 全国五役 有都在基隆办理 我们市长 对这几年 市长在那里 推动这么大活动 给我们基隆 带了很多的观光效应 而且每年的海上常有 很多的大活动 所以我们今天 经教育部 平整为特殊体育贡献奖 而且基隆市这次也 很多的得奖 包括我们的 很多省的会长 我们的建道 柔力球 还有活力健康部 还有个人奖 有将近八位相关的项目 在这里得奖 我非常谢谢 我们林市长 也祝林市长 为基隆提议贡献 得这奖是十字名规的 今天能参加他们的贡献奖 我感觉非常的荣幸 亦有荣言 希望这个要带给所有体育者 体育付出的人 一直来共襄盛级 带给他们更健康更快乐 这边我特别感谢郑理事长 对所有基层有工人员的一个支持 那也谢谢这些基层的人员呢 对我们体育的贡献跟付出 出钱又出力 我相信我们的体育 在基层的这个带领之下呢 一定可以蓬勃发展 感谢各单位的努力 让基层社会体育的基础稳固 成为竞技体育突破成绩的最大支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年底基隆市长选情激烈 竞选总部也成为选战焦点 民进党基隆市长蔡世英 亲自开箱竞选总部 融入山海特色的总部 还常有多项设计巧思 及贴心的服务 现在透过镜头 带您一起来看看 接着我走进来看一下我的竞选总部的设计吧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 蔡世英亲自导览介绍 筹备已久的竞选总部 在巨幅看板下的竞选总部 坐落于城市改造有成的 四港再生核心区域 呈现蔡世英接棒牛昌施政 延续基隆光荣的企图心 左后方就是我们的国门广场 新建完成的国门广场 那前面就是当然我们之前 新建完成的海洋广场 但是最近我有重新把它整修过 那再过来我们看到的阳明海洋馆 那旁边也有新的 原来的公车救总站 那边现在做新的公共建筑物 那我的右后方的部分 就是我们新的转运站 以及大顶棚 那另外就是我们新的 现在目前已经拉皮完成的救火车站 那当然还有这条 综艺路的拓宽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过去这几年来 基隆的城市改造里面 很重要的核心区域 所以世英这一次选在这个地方 作为世英的竞选总部 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过去这几年来 我们对于城市改造的成果 以白色为基底的竞选总部 两侧有才适应主打的四大主轴 及17项政见内容 整体设计的概念 则是呼应城际转运站前的地标 上海明光 并将山海港的基隆景色引入总部 在世英竞选总部也提供许多贴心的服务 像是宠物友善空间 欢迎民众带着毛小孩到总部共享盛举 我们欢迎这一次 你有大朋友小朋友 家里的毛小孩 或者你的喵心人 汪心人都非常欢迎 来我们的办公室做做 总部还设有多个插座 以手机充电站的方式 提供来往市民与游客友善的充电服务 在这边其实也呼应了科技时代的潮流 现在大家都用手机 所以我们这次其实做了很多的插头 也就让大家来的好朋友 有需要充电的话 也非常的欢迎就是手机充电站 那可能各位要等车干什么 这个也可以来这边充电一下 世英竞选总部也都非常的欢迎大家 蔡世英也公布充满设计感的竞选小物 由国会办公室logo延伸 农入基隆山海城市元素的手机座 就手机架 就是这样放上去 只是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吧 也可以 或者是这边好像也可以吧 我们就是很巧妙的把ING跟山海的这样一个城市的概念 放在世英的这个手机架里面 这也是我们的竞选小物 那当然是我们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没有对手这么有钱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竞选小物 来做我们商品的贩卖 那也欢迎大家来支持世英 那也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好看的 那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支持 蔡世英表示未来将在竞选总部 举办一场又一场的政策说明会 希望让基隆市民更加了解 他对基隆这座美丽城市所剥划的治理蓝图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抓住夏天的尾巴 欣赏闪亮亮的海景风光 9月24号礼拜六 一起来基隆市外幕山走走吧 全国万人见走大会吃 健康乐活 来就送精美经验品 现场还可以抽大奖 9月24号上午8点 与你相约在外幕山渔港前光创 此云寺要是否定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起庸 要是否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壁堵 目科解王的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要是否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一次要是否店参拜 感受法喜 各位朋友请注意 土地如符合地价税自用 及减免规定者 请记得于9月22日前提出申请 错过要再等明年咯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取习于精心雕刻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唯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波榜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9月台风接连而来 基隆东信路上有一处老旧的公寓 所以在轩兰诺台风夜时 四楼阳台的女儿墙突然断裂坍塌 但事隔了十多天 一直没有人来处理 附近的住户就很担心 如果再有台风或地震的话 可能会危及行人的安全 民宅四楼阳台大面积的滩陷 看得令人触目惊心 随时都 这边也会跌 从空拍的角度看 部分围墙还悬挂在空中 居民也很担心 那是还有那个 支撑 不然真的很危险 如果大家都会吓一跳 就啵一声很大声 当时有掉一些石头下来 没有没有 都掉在三楼的阳台 他们自己的阳台里面 整栋都没有人住吗 有啊有啊 就一二三都有啊 只有四楼没人住啊 这里是基隆东信路上的 一处公寓民宅 在轩兰诺台风夜晚 一次受到抢风影响 晚上十一点多 四楼的女儿墙 以及阳台突然崩落 造成巨大声响 那天啊半夜 其实真的是很危险 一大片就是掉 还好他是往内掉 没有没有没有掉出来 掉出来的话 这边进出的人 虽然是那么晚 但是还是会有人进出啦 还好就那天都没有 没有人进出 没有发生什么状况 哎 哎 我们是希望说 屋主啊 或者是屋主 如果说人在国外 没办法处理的话 是不是能够 境外找那亲戚朋友 或者相关的人 赶快把这个状况给出 赶快来处理 这个是真的是很危险 进出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 这个地点呢 正好是我们信律里 跟这个里里的交接处 这个通道啊 经常有行人啊 骑车啊 在这边警告 随时我想应该 这个危险要马上排除 随时都会危及到行人的安全 索性坍塌当下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现场拉起了封锁线 附近居民担心 要是接下来又有台风来袭 整座墙恐怕都会垮下来 因为这边呢 是主要从东西路往东西路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大家通行的通道 所以呢 站在安全的角度上还说的话 我们政府的话呢 必要做一定的一个处置 现在拉起事态呢 只是一个暂时的维护 但是呢 长久以来的话 会有绝对的安全上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市政府 能够呢 在不影响私人权力的范围内 去做好一定的处置 包括百三角堆 或用什么方式来做一个安全的 这个屋主 他这边还有亲戚 他有联络上 他还有找人 找工人来看 好在经过区公所 和邻居的积极联系 已经和屋主 在台湾的亲友联络上 也承诺会尽快处理 危机解除 记者 黄绍明 金融报导 有民众反映 一二路末段 衔接中船路七项的行轮穿越道 画设位置太靠近路口 经常有民众过马路 被转弯的车给撞到 是因为旅美龄就邀请了交通处来会看 为了行人安全 将行轮穿越道后退三公尺 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好端端的走在斑马县 居然被左转的车辆给撞到 住进医院 富人满肚子苦水 中正区一二路末端 衔接中船路七项 明明就有划设人行穿越道 但民众就是不敢走 原因竟然是 仔细看三十公尺长的人行穿越道 刚好就在一二路末端 由于位置太靠近路口 让不少车辆左转时 容易产生视线死角 发生撞伤人 市议员旅美龄邀请了交通处 警察局等单位现场会看 发现行人穿越道的位置太靠近路口 建议往后延伸三公尺 民众被撞到是经常非常多的 所以因此我们要做的结论 就是把这个行穿线不要太靠近路口 然后往后延三公三米 然后我们还会再观察 这个结论就是说行穿线 往后移三米以后 我们再观察交通安全的状况 就是未来那个我们这个单行道 就一二路底到中船路的这个单行道 我们希望未来是不是可以考虑 从信七路到这个中船路口 可以做双向道 那比较方便这个交通通行 为求安全考量 行人穿越道将往后延三公尺之外 再进行评估 而针对一二路末端是否恢复双向道 地方也有不同的声音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金融市中山区通明街 有一段大约200公尺的道路路面 近期来因为不明的原因不断产生坑洞 就算填补过后还是会持续产生 让地方的居民十分担心 这个地基是不是已经被掏空了 多次向市议员宋伟利来反应 一块关心 电信公司人员用仪器 侦测地下管线位置 也确认一下道路坑洞 跟地下管线通路有没有直接关联 市议员宋伟利指责 刚填补过的路面表示 就算填补过 经过车辆碾压没多久 就会出现坑洞 有的填补不到两个礼拜 就又塌陷 这个情况发生在基隆市中山区 通明街11号附近 这段大约200公尺长的道路路面 近期以来 因为不明原因不断产生坑洞 让当地居民十分担心 会不会地基已经被掏空 因此向市议员宋伟利反应 宋伟利也特地和当地里长前往关心 大概一个月以前 接获这边的李明电话 说这边通明街18号这个地方 就是说填补那个坑洞 填补的真的很丑 然后我到现场来看 然后也了解到 就是说他跟我讲说 整个下面都掏空 然后他们就这样子 很敷衍了事的就把它弄起来 那那时候我一直在查 到底是哪个单位 那去昨天里长跟我通报 告诉我说是中华电信他们来补的 那我就跟我们的建筑工友客 然后就联络 那我就跟他讲 因为昨天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11 16 18 20 等于四处的地方 都下面都有坑洞 所以说我合理的质疑 下面是不是已经整个土石都流失了 那很怕深怕 就是说希望说我们政府单位 或者是有关单位 能够把它整个开挖起来 让我们了解 到底他的水源 从哪里来 是不是下面已经掏空了 对 由于这段200公尺长的斜坡道路路边 居住有上百户居民 如果真的是道路地基被掏空 议员和里长担心的是 会不会有地层滑动的现象 影响到附近房子 因此将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 赶快前来会刊查明原因 尽快处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N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dalej 看 详科 小 saga 在马里面 我去虛